踏入6月之后 印尼的疫情突然迅速扩散 确诊病例大幅提升 那昨天当地呢 是再增加38,391宗确诊病例 连续4天创下了新高 而昨天呢 852宗的单日死亡病例 也写下了疫情爆发以来第二高的死亡记录 确诊数字还有死亡病例节节攀升 也让印尼开始步上印度的后尘 陷入缺氧危机 那不止许多的民众每天大排长龙抢购氧气 印尼当局呢 他们紧急在雅加达设置的氧气分配站 共是一个晚上就发出了200桶的氧气 为了确保氧气的供给 这个供应啊 这个官方甚至是下令要把90%的工业用氧气 优先提供给医疗用途 不止如此 由于疫情失控 印尼当地也开始出现了病急乱投医的现象 由于网络上流传指出 有一种叫做医伪均素的口服蛆虫剂 对新冠肺炎有神奇的疗效 所以不少民众他们都开始抢购 还有囤积这一款蛆虫剂 即使这一款蛆虫剂的生产商 还有世界卫生组织都曾经出面辟谣 澄清说 医伪均素对新冠肺炎的疗效 是完全没有科学根据的 要是使用不当 还有可能会出现安全问题 但是这一波抢购区虫剂的热潮 却丝毫没有减缓的迹象 根据印尼电视台的报道 首都亚加达的药品批发市场里 所有的医维均素库存 早在几天前已经销售一空 货架上已经无法找到 这款蛆虫剂的踪影 而且这款号称 能够治疗新冠肺炎的蛆虫剂 价格也从原本50令吉 飙涨到85令吉以上 可见印尼民众对于这个留言 可说是深信不疑 丝毫没有减缓迹象的疫情 也加剧了重灾区 雅加达当地墓地的负担 埋葬尸体的速度 已经快赶不上病人死亡的速度 墓地里随处可见 一辆一辆的救护车 排着队 载着等待安葬的尸体 而一排又一排新挖的坟墓 无疑是在提醒着我们 新冠病毒的威力有多可怕